歡迎收看 國光幫忙 人潭小吃正妹盤點 要看他們麻煩先派對 讓你吃了以後 這是牛鞭湯 對喔 請轉身 對 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我不會喜歡留給他害的 那像這種鍋蓋可以嗎 他整個頭都是瀏海耶 他整個頭都是瀏海耶 這讓你情鬥出開 一美冰淇淋 他家開一美他會來 很可愛 有什麼地方的小吃讓你吃得非常好 那你有吃嗎 我吃啦 我剛開始我超怕的 因為我吃得有點甜點 我吃得酸酸的 還是我吃到後期 你吃到一個56歲的 你帶空洞飯 我們現在就在吃空洞飯 他叫說來 不要走 我不要走 我嗆不要走 不要走 喂 我們有沒有麻油雞可以吃啊 台北那麼冷 我帶上來就被激動了 來喔 好吃的豆花喔 美女喔 妳穩多少錢啊 外帶30 內用25 來 來 幹嘛 下流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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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出場不是外帶嗎 還蠻用力的喔 要玩到這樣嗎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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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講喔 就是 全台美女小吃 看她們麻煩先排隊 好 來 請問三位喔 不是 妳是專門在練打巴掌的是不是 我剛剛那個很大力 很大力耶 因為我剛剛有先說 我真的打人很大力 來 妳要不要試試看 我剛剛用的 不要 我請教一下 在哪裡看過這個 小吃攤的 那個美女真的很正 我看到那個年貨大街 年貨大街 賣牛軋糖 年貨大街需要這麼激動嗎 不是 我要特別強調 年貨大街不是都是 老了嗎 對 老人家講話都很用力 激動 她高中就這樣 對 請問一下 牛軋糖的美女美到怎樣程度 她賣牛軋糖的時候 是算比較暴露一點的 然後皮膚又白 然後又 一定要胸部要大 胸部要大 皮膚白 然後她會切一塊小的牛軋糖 她說 先生請問妳要吃牛軋糖嗎 這樣妳就興奮了 興奮了 因為皮膚白嘛 然後胸部又好大 你變態這條路上 你走得非常好 真的嗎 我走質感耶 我今天還去租衣服耶 穿得這樣 今天是要帶來什麼樣的歌曲 春夏秋冬 班傑在哪裡看過這個美女 我是 剛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台灣的飲料店 特別是中部的台中 飲料店 好嚇死人喔 但是最嚇死人 其實反而是那種 傳統市場裡面的飲料店 那種大桶的 什麼羊桃汁啊 那裡面是一個什麼冬瓜茶 是 那個女生都講話是很嗲的 羊桃汁啊什麼什麼 你會覺得這個聲音 你就轉過來是什麼 結果發現 然後腿長長的 然後腰就很細 然後就是感覺很滑這樣 胸部沒有很大 但是我可以接受 我覺得非常好 你有質感... 我沒質感... 所以當下沒有想漂浮了 你會真的想買飲料 你沒有辦法 他整頭買來在裡面漂浮 對 排中 排中 羊桃汁 羊桃汁我不喜歡喝 人是每次都會賣一杯 可以的 我這地方近 就內服 賣什麼呢 紅豆餅 紅豆 是一個路邊攤 然後姐妹都很漂亮 不管是夏天賣冬天賣 她們永遠都穿得無袖的 然後皮膚白頭髮長 然後重點是她講話聲音非常的... 就舒服 來 今天我們來到這麼多美女 每一個前面都有一個形容詞 第一位 讓你吃了以後 請問你們覺得 她在賣什麼樣的食物 臭臭鍋 臭臭鍋 你吃臭鍋會玉火焚生啊 玉火焚生 吃很進去之後 她又臭了 然後又... 很熱 麻辣的 而且你好怪 然後樹桶都打開了 可是你好歹說個麻辣燙 麻辣燙 對 我也覺得麻辣燙 對 臭臭鍋 很臭 很臭到玉火焚生 很臭到玉火焚生 對 開始流汗了 味道都出來了 OK 唯一你覺得是什麼 江湖鴦 對 還帶酒是不是 是... 最後 哪一個夜市有賣牛鞭湯 開玩笑 來 給你們看 她是上班的情形 上班稍嫌保守 有可能是 臭臭鍋或麻辣燙 什麼湯類的 今天不保守 對啊 我覺得好像是對 那種... 現燙的滷味 對... 你看她那個滋苦 滷味 等她轉過來 麻辣滷味 三褲毛爐之類的 麻辣鴨血之類的 第一位 請轉身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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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喜歡的是什麼 蛇頭 對啊 牛軋糖 鴨舌頭 哦... 麻辣鴨舌 請問一下你賣的是什麼 請自我介紹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婉芸 我賣的食物是那個 麻油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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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油雞算是... 對... 那請問一下什麼樣的機緣 你去賣麻油雞 我朋友在我家附近開一間麻油雞店 你朋友 是 然後你就去... 然後你就去幫忙 我就去幫忙 然後那時候換季 想說去幫一兩天 結果... 結果冬天越幫越忙 就... 就一年了到現在還在做 你可以站起來這樣嗎 很高 哇... 哇... 來 請到中間來 哇... 這腰好細喔 腰好長喔 腰好長喔 我們走個秀 請往那邊走 GO 腰是腰 腿是腿啊 對啊 請問 這衣服 什麼... 哪... 禮拜一到禮拜天 妳上班幾天 我都會... 我都在 當然沒有啦 沒有啊 沒有啦 都是很保守 緊身的 緊身的 褲子 妳轉側面給大家看一下 妳的臀型 其實這衣服是滿長 它有多一截 然後我出門... 對...因為妳腿很長嘛 別人穿都是旗袍啦 妳穿都很長 妳穿都很長 好... 這樣開心嗎 來... 我出門 整體很漂亮 剪了一截 然後就變成這樣 自己剪喔 它本來不這樣子 請問一下妳的三圍是 身高 170 體重53 好高喔 170 身材很好 好... 妳這個高跟鞋下去 就180了 我173.5 怎麼會... 我... 妳好嬌小喔 對啊 喂... 這個不用 不要亂講 來 請坐 像妳長得算是漂亮的女生 那會不會遇到一些 很難搞的客人 客人 會啊 就是... 愛面子 買麻油機的面子是什麼 對 就是... 我們那邊都有寫得很清楚說 內用要先結帳 那有些愛面子的客人 我在提醒她說 妳內用要先結帳 她就當作... 好像我在嗆她的感覺 然後她反而還回嗆我說 為什麼 她是有病 那個內用先結帳 妳漂亮了不起 這個對話太乖了喔 不是 我是提醒她說 要先結帳 然後她說我沒... 我沒跟她講 可是我明就寫清楚了 她就是在現場愛面子 算了她是寫在胸前 她就知道 現在時局不好喔 時局不好 很多人憤世忌俗 原諒他們 對...那請教一下 有沒有客人 來搭訕妳 都是很...低調的 低調的搭訕 什麼低調 用眼睛搭訕 就是我端菜過去啊 他說二年麻油機 你有香菇雞 之類的 然後她...我回頭 要走回我們台子的時候 她就一直盯著我屁股看 這叫低調 低調吧 是喔 我是回頭看到她眼睛看我屁 可是重點妳是穿這樣嗎 當然沒有 她穿緊身褲 緊身褲 緊身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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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隻的雞 一... 一整隻啊 真的 會不會發現 她有點高血壓的狀況 你們店裡還有賣全雞的啊 有啊... 麻油全雞啊 有的要搬新家嘛 之類的 也會來買 喬籤啊 拜拜的時候 整隻煮好的那種 有點像白斬雞那樣 但是... 結音的KiGay這樣子 KiGay啊 KiGay啊 KiGay主 KiGay啊 KiGay 是喔 然後她就問我說 有沒有男朋友 妳有沒有男朋友 住哪 沒有 沒有男朋友 沒有 真的假的 怎麼會這樣子呢 有好朋友這樣子 那喜歡怎樣的男生呢 喜歡... 微肌肉一點的 微... 我不會喜歡有瀏海的耶 我們都沒瀏海啊 要有微肌肉啊 我有啦 那邊有一個瀏海 那邊有一個瀏海 那個才叫瀏海 那叫髮片了吧 對 那像這種鍋蓋可以嗎 我啊 我是啦 她沒有女朋友 她整個頭都是瀏海耶 她整個都瀏海 她整個都瀏海 妳的頭都是瀏海 你喜歡微肌肉 但是個性呢 要開朗一點還是要陰沉 當然要開朗了 因為其實我不太怎麼會主動跟人家 講話 請問一下你們店開在哪裡 我們店開在高雄市的三民區 希望你麻油雞賣得愉快 趕快找到愛你的男生 好啦 好不好 來台北會不會覺得比較冷 會啊 就我現在一直抖 不是緊張 是超冷 而且裙子一直拉 只要不要剪那一支 我有圍巾可以借你啊 在哪裡 披薩 披薩 想我一個貼心的保鏢 這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你現在又變成他的保鏢了 他等一下會不會勒我之類的 我會 這有沒有好一點 不要沾到口紅啊 你後面有五條都會不好吃 我不要補那一句啦 有沒有好一點 有啦 有啦 可是這很薄耶 你很生氣耶 你為什麼用啊這個 你一起學 來 今天講的是古早味美食 是 喜歡什麼樣的古早味美食 烙餅算嗎 算啊 算了算了 我是那個外省人 就喜歡吃烙餅 喜歡吃麵食 因為我山東路來 然後吃那個烙餅 我在高雄發現一家 有黑糖的 甜的烙餅 而且還有一點糖霜 本來今天要帶來的 結果來不及送上來 來不及送上來 那你這樣回去拿啊 來不及啊 在哪裡 高雄哪裡 在高雄鳳山 鳳山那邊 對 鳳山這邊都是一些圈村 對 而且烙餅熱熱的 那黑糖再一下圈 多香啊 是 真的 而且這個糖啊 會化在這個口中啊 入口即化 淚流滿面 楓原廟口旁邊有一個夜市 那個夜市我覺得是 最有台灣味的一個 我跟你講裡面的排骨麵 自豪吃的 排骨湯 排骨酥麵 你講那個湯條是 它是 就是它是輕的 只是你喝的時候 很濃 那個排骨你咬起來啊 那個骨頭就會碎掉 變成粉 骨肉就分離了 對 豐原什麼 豐原廟口旁邊有一個小夜市 那條巷子 這兩天要去打球 我跟你講 巷子裡面這樣 那條巷子都是吃的 太好吃了 排骨麵 你只要一看 有人在排隊就那一家了 對 它有四個點 那我只要說豐原廟口 豐原廟口 旁邊去 你一到廟口旁邊就是一個夜市 對 一個小夜市 它有四個東西超棒的 剛剛排骨麵嘛 第一 你一進來它有一個水 水晶包 水晶 水晶包 水晶腳還是水晶包 有點像水晶腳 但是它是有點像小籠包 它是有點像一個霸丸 就是它是小的 用蒸氣的 霸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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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發音 透明的 它有蝦跟肉混在裡面 是 然後它的特製的醬是 我沒辦法形容它是幹嘛 它是中部的味道 我只能說它是中部的味道 好像厲害 對 蝦餅 是用花生醬 是一種花生醬 不是天蠟醬 是 那個也超好吃 要配它的木瓜牛奶 它的木瓜牛奶 耳朵真配木瓜牛奶 他們那邊是這樣配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吃完之後 我就了解 好吃 它木瓜牛奶是一半鮮奶 一半奶粉 所以它的味道 會跟其他的木瓜牛奶不一樣 你會覺得說這個是 濃郁香的 台南的 你知道那種大隻這種 盛產產季的時候整隻 然後蓋在上面 對 然後 對 或是有一下裡面有 帶著 蟹膏的裝 你知道那種米糕吃酒 有時候是膩嗎 很煩 但是當那個米 蟹膏吃 蟹膏融在 再膩也沒關係 對啊 真的 真的 那是 很香 而且還有一個是 那個小琉球 小琉球有一個阿嬤 他在賣的那個黑糖饅頭 然後饅頭 就差不多連半個人都賣 然後 十塊 十塊 小琉球在哪裡 港邊嗎還是 不是 他們在他們那個唯一那條 最大的那條路上 然後在半夜的時候出來賣 賣給誰啊 半夜 那個半夜是他們當地人 他們一定會去排隊等出爐 超好吃 然後沒賣完的早餐 才會賣給遊客 超好吃 那也是 喜歡吃什麼 我覺得讓我印象深刻的 反而不是這麼複雜的料理 是什麼 反而是我小學的時候 會經過的一家雜貨店 然後他那邊賣的是 一個小牧池 然後直接 挖了 最好吃了 就是 他不是硬的 他撈出來就是軟軟的 然後加了兩片餅乾對不對 是 加餅乾是另外一種吃吧 但我是吃一隻的 然後他就是在你面前這樣 轉轉轉轉轉 你看他賣牙糖 然後最後拉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看溪 他會有一點飄到自己的手 然後那個 那個姐姐就是有時候會 欸 你要賣牙糖 然後就 這樣一下 舔你的手 沒有 他自己的手 他自己的手 你也沾到自己的手 他都很可愛 沾到自己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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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後他自己就這樣 但是我小學第一次感受到 吃那個賣牙糖 不只是賣牙糖 對 我覺得有一種 心中有種很複雜的情緒 你那個早餐店是開在日本的 沒有 怎麼會這樣滴滴滴的 就在巴德路上 然後後來我大學的時候回去 結果那個整個亭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好可惜喔 再也得不到 我覺得滿遺憾的 是 接下來這一位 吃得讓你情豆初開 你們覺得是什麼 吃得想弄一下 一掌青春豆就對了 太油了吧 不是 真的是那種心情 初戀的感覺 初戀就酸酸甜甜的吧 真的 我覺得是剉冰 對 對 草莓冰之類 紅豆餅 不是 你的初戀是酸酸甜甜 對啊 初戀啊 我初戀我24歲才初戀 你兒子4歲 我24歲的時候才初戀 我晚熟啊 誰叫你都是那個 對啊 七瘤海 對啊 你24歲才初戀 對啊 那個時候已經有點酸了 對啊 都酸 而且也是那種 臭酸 臭酸 對 是啊 像我們的初戀都是甜 真的嗎 當然 開玩笑 我們是幹什麼的 你們那時候是有明星啊 沒有 我們是專門在初戀 專門在初戀 專門在初戀 了解 來 猜得出來 醫美冰淇淋 你說初戀的感覺 你要講冰淇淋 冰淇淋那種軟的那種 可以 雙淇淋 雙淇淋 OK 吃了會情豆初開 那我自己的經驗就是紅豆餅 哇塞 你們 有緣分喔 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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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豆餅 那紅豆餅的耶 爆漿紅豆餅 而且你看長得多可愛 而且好可愛 對 好像Hippie喔 我這麼遠遠看的時候 是 來 請轉身 可愛喔 我喜歡紅豆餅 來 請自我介紹 我是蕭蕙君 今年十八歲 住在台中 你才十八歲喔 十八歲 十八歲 請問賣紅豆餅賣多久了 媽媽開了已經四五年了 國中的時候媽媽就在賣了 對 怎麼這麼孝順 那你們這個紅豆餅 為什麼叫爆漿 因為我們是皮另外做 皮很薄 然後裡面都是餡的 就是一條就是會餡出來這樣子 所以你們的那個紅豆餅 是比較稀的 是不是 就是像奶油那樣子 對 比較濃啦 但是不像以前的傳統紅豆餅 一塊一塊 是 而且 她去每天上班 她媽媽就給她兩百塊 這麼好一點喔 不是 那你自己會做嗎 會 真孝順 你看這個年紀的時候 誰不想玩啊 真的 對啊 在家裡有孝順 你紅豆從哪裡來的 沒關係 因為我之前有去這個 台灣最有名的紅豆是在萬丹 萬丹 我有去主持過萬丹國際這個紅豆節 那你是臭屁什麼 你現在是來找... 不是臭屁啊 不是臭屁啊 你現在是來找茶是不是 不是啊 人家賣紅豆比這麼孝順 一天才兩百元 你就嗆一下紅豆哪裡來的 不是 我小時候會不會 紅豆的... 紅豆的來源 他想呼叫萬丹主辦單位 明年再給他去主持 沒有...萬丹香講過 一年只請一個 一個永遠不能來 請過就沒有了 對 你不要以為你穿得跟大紅豆一樣 我不是 我只是好奇問一下啦 那紅豆真的好吃啦 你烤到人家嚇到人家了 抱歉啊... 你們一個紅豆米賣多少錢 一個十塊 那還有客人嫌貴喔 會 因為就是可能 我們菜市場裡面都是一個賣八塊 五塊都有 那是傳統紅豆餅 但是我們縣真的很多 成本就比較高了 而且你們是店面對不對 對 店面 店面當然比較高 你實況在台中哪裡啊 台中是 就是水南市場旁邊 店名叫做 爆漿紅豆餅 爆漿紅豆餅 對 你們有沒有外號 閃亮亮 閃亮亮 你今天穿那個襯衫是 嗆人家的 人家閃亮亮 你就閃亮亮 好啦 那OK 你賣紅豆餅 那你不在 只剩你媽媽的時候 客人就不買 怎麼那麼現實 那是打電話先訂 然後問說 蕭惠君今天在嗎 然後我媽媽說不在 他今天不在 然後結果他就回我媽媽講說 那我今天就不去消費了 那你媽媽的起司 媽媽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我們是賣的好吃 不是賣就是長相這樣子 很開玩笑對不對 對啊 閃亮亮 閃亮亮 我還要這樣 你不要接近 我選你的比較慫一點 不好意思 那請問一下有沒有男朋友 有 在一起多久 在一起聯繫 十六歲就在一起 那媽媽同意嗎 一開始不同意 後來是就算了 不是 因為我男朋友非常有責任感 就是也很保護我 他會來你家幫忙賣嗎 有時候會來幫忙 對 那他責任感在哪 你怎麼看得出來有責任感 跟異性都會保持距離 就不會太超過這樣子 都會給我安全 不能這樣講嘛 跟異性保持距離就是責任感 你們差幾歲 差八歲 他大你八歲還小你八歲 那才十歲 現在惡劣了 今天有來嗎 今天沒有 我愛你嗎 對啊 演藝圈好危險的 幹什麼 對啊 演藝圈有這種卡 好恐怖的 好恐怖 你以前不只在媽媽店裡上過班 你還在便利商店上過大夜班 有 你這樣上大夜班 你不怕危險 就是大夜班沒有來 所以就是暫時先幫他 一兩個小時這樣子 那有遇到怪事嗎 就是有一次 因為他很常喝酒 在我們店裡附近 然後他就那天來借廁所 結果我進去廁所 兩三個小時沒有出來 你進去他 他 然後呢 你報警 那警察來他在裡面幹嘛 就是把門插一開之後 他在裡面睡著了 喔 還會倒 誰也被你揣 對 他是不是講話也是在那邊喝酒 你是不是案例我們只能講說 警察真辛苦 重視也要他來 惟毅 那你去過這麼多國家 有什麼地方的小事 讓你覺得非常好 所以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馬來西亞 這是什麼 就是那個 白白肥肥那個 三個蟲 他們就路上 那包就打開 然後就小朋友一群 走在路上 這給你 跟乖乖一樣 他那個就是肥肥的有沒有 白白的然後頭黑黑的 頭黑黑的 然後你吃了也要把頭咬掉 對 就生吃啊 生吃啊 拿起來就 很活潑 超活潑的棉花糖這樣 那你有吃嗎 我吃了啊 我剛開始我超怕的 因為我其實 你吃的有點甜甜的 我吃的酸酸的 還是我吃到過期的 不是 活的啦 過期的 我的酸酸的啦 你是吃到一個 五十六歲的蟲 對啦 對啦 是喔 有點像蝦餅的味道 然後酸酸 但其實蠻好吃 但最好吃是 我們後來買了一大堆 回那個一個受訪者家 然後我們就把它串起來 去直接烤 那直接烤的味道會很像那種 會爆漿的 非常非常嫩的雞肉 讚 應該是雞肉稍微肥的那一部分 對 就是油花很多那種感覺 肥 好吃耶 來 讓你吃個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嗯 吃得會很爽 是什麼呢 大腸包小腸 心滿意足 大腸 包子啊 包子啊 對 吃飽啊 好 豬肉捲餅 其實你們綜合綜合就很像 蚵仔麵線 蚵仔麵線 你吃會心滿意足 對啊 內湖又會吃 好 他賣的是這個大家都愛吃 台灣很傳統的小吃 叫做 肉圓 肉圓 而且呢 是 有沒有 在廟口 廟口的小吃 永遠是最正 最厲害 對 因為能夠在那邊生存才得了 嗨 大家好 我是陳小師 你好 你好 請問你賣的是 林家肉圓 肉圓 那你姓陳怎麼賣林家肉圓 對 親戚的 親戚的 賣多久了 一年多 一年多 在廟口 請問在哪裡啊 一起站區 你只要爆出這個 爆出這個就正了 對 那你們一定有賣那個貢丸湯 有 還有賣四目魚丸湯對不對 有 還有賣爆漿貢丸湯 等一下 我想請教 肉圓是什麼 肉圓有一點像 我也不太...就是 像羹那種 魚羹的那種東西 好害怕 對 那當初怎麼會去賣肉圓 是就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 肉圓 對 然後就是剛好親戚就是介紹 然後問說要不要去打工 然後我就想說去可以吃 就是免費的 然後所以就去工作 然後就很開心 對 那薪水好不好 薪水就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你知道嗎 吃肉圓會越來越像肉圓 所以我長得像肉圓嗎 沒有 跟你開玩笑 那要看你工作多久 我是說謝忻 好 那你有沒有一個很難搞的那種 客人 有 就是像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吃肉圓的話 或是想吃貢丸 然後我們試吃的話 我們會現煮一顆給他吃 然後就是給他試吃 就是因為裡面整個城隍廟 都是賣肉圓跟貢丸 對 然後就是為了要搶客人 所以就是要煮一顆給他吃 然後就有客人就是 每一撿都吃 就是醜 對 然後他就 對 就是從頭吃到尾 然後他都沒有賣 小薰 謝謝你喔 這是個很好的方法 對 很好的資訊 對 你們家的肉圓是多大顆 一般大顆就是手掌這樣 我不是 我真的 有肉圓這麼大一顆的嗎 不是 再吃一顆就飽了 他怎麼會有人 會再消費第二顆 我們剛剛講是 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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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要不要先睡一覺 沒有 不很認真在庭的嗎 我不搶話了 賣肉辛苦不辛苦啊 很辛苦就是 冬天的時候很冷 然後夏天的時候 就真的很熱 很熱 他很貼心的 冬天很冷對不對 不是 是客人 就是客人壯到我 然後你就 摸到另外一個客人 我就是 是燙到我自己 是喔 對 就是過年的時候 然後因為長黃苗過年的時候 會很多人 爆多人 對 就是很多人 就是沒有辦法走路 然後就是都很擠 然後你就拿端湯的時候 就要一直說 借過 然後可是就是很多人 然後他們客人 就是根本也不會理你 然後他就是突然就是撞過來 然後湯就是很燙 然後就整個灑掉 然後全部撒在我手上 但是客人也沒有轉過來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他就直接就是 也沒有看我 他就直接坐下來吃 他自己的東西 好無情喔 對 就是很沒地方 過年的時候怎麼會這樣 就因為可能人太多吧 那請問一下 今天來上節目 有沒有帶點米粉 貢丸之類的 對啊 我下次可以 那我的訪問到這裡 請見 超限時 開玩笑 好 謝謝 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目前沒有 所以不敢講還是沒有 沒有 那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穩重一點的男生 穩重一點 是身材嗎 還是個性 就是個性 好 那如果有一天你看到 像拉拉重的人來追你 會不會吐 會 好 謝謝 得到你答案了 臭老闆 就是我老家波士頓 我們有一個龍蝦捲吧 它的龍蝦捲 因為我們波士頓是冰海 所以那邊的龍蝦其實它一直在 顫抖的狀態 很冷 它的肉是Q的 好慘 更就是 就是 熱帶的那個海 它的那個 肉比較鬆 對 散散的 對 那它好像很Q 就是 比較緊實 因為是橡皮筋這樣 比較脆 好吃 那個是 那個海味非常夠 就是很濕 這樣子 然後它就放在裡面的時候 它是有點像鮪魚的那種 三明治的那種調料的方式 其實也蠻簡單 然後用那個生菜把它包起來 那生菜包起來的功能是在於說 它的麵包把它夾起來的時候呢 那個麵包烤的 用奶油烤嘛 它就不會沾濕 所以麵包永遠是脆的 脆的 那個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來 這一位 什麼 黯然銷魂的 這不是暗然銷魂飯嗎 對啊 就三寶飯 是不是 是喔 應該三寶飯 好 來 這個吃下去銷魂 因為銷魂飯好像是香港 我們台灣銷魂飯就是 是 來 請轉身 大家好 我是看我今年二十歲 平常興趣是喜歡做一些小甜點 是 小甜點 那這個 你後來跳槽了是不是 那是姐姐開的 那現在這個是 現在這是媽媽開的 都在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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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頭還是尾啊 我們在中間 你在兇什麼啊 不是 不是 你現在是問他保護費交了沒有 是不是 不是 那你是頭還是尾啊 不是 來 我常去寧夏夜市 我都去吃牛媽媽 人家就是牛媽媽 你就是牛媽媽 我媽媽是牛媽媽 對啊 我真的有去吃 真的 而且她姐姐是金椰子 泰式月亮蝦餅 你姐姐那一攤 就是真禪師 月亮蝦餅 那一攤排不進去的人超多 對 都在排隊 很紅她了解 是你親姐姐喔 對 我親姐姐 我有三個姐姐 幹嘛 你又不爽啊 不是 你有三個姐姐啊 對 那你家跟我家一樣 是四個女兒喔 對啊 你好 我媽生不到男生 四千金 你不要這樣講 我是就要女生了 好 OK啦 那問你啊 賣蝦餅累還是賣控肉飯累 媽媽這邊 控肉飯比較累 對 因為她就是老店都開六十年 然後就是很多顧客 就是老顧客會回來 每天就是超級忙 就是一直工作一直工作 沒辦法停 是喔 對啊 那但是這是一種開心不是嗎 家族事業 因為很累耶 將來想要接手嗎 沒有 你覺得太累了 太累了 不會想要去 可是那麼好吃的東西 你不接手不是就失傳 很可惜 對啊 你對不對 你都戴金錶了 你還嫌累喔 對啊 沒有金錶 是玫瑰金 玫瑰金更貴 對 對 看到沒有 控肉飯賣到帶玫瑰金的手錶 對 那請問一下就是賣這種小吃 那客人會不會挑剔啊 或什麼 可是你們老客人應該還好 婆婆媽媽比較容易挑剔 就會想要像薑絲多一點 或是青菜多一點 味道要重一點 然後像有一些客人就是 因為我們的麵是要現炒 會需要一點時間 對 然後控肉飯就是飯添了 肉夾了這樣就好了 是 然後先來的客人就是點麵 後來的客人點控肉飯 拌好了給他之後 先來的客人就會覺得說 我先點了 為什麼他先拿這樣 然後就不爽 然後之後麵給他之後 他就會說 我不要了 然後我們就只能自己吸收 你們沒有解釋嗎 就是說麵要煮啊 他就是沒辦法接手 沒有人家已經夠了解釋 是怎麼賣接啊 控肉飯 對不對 對 是不是 對 那這個行情嘛 新聞報導出來以後 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 就是 大排成紅 就是客人有變滿多的 就是幫姐姐製造業績 那姐姐有給你分紅嗎 她會薪水給我滿高的耶 那個時候 那一個月六十幾萬嘛 沒有啦 那你不要講 美金表是什麼 不要用金錢 OK 而且她姐姐還有她媽媽 都穿得很漂亮 在攤位上 是真的 你怎麼知道 我常去吃啊 我不知道她是 但我沒有認出來啊 對 她女媽媽嘛 對 她們在中間 對 而且現在很多的內地啊 內地的遊客 康哥讓我講完 我沒有要講什麼 你快講 是 現在內地的遊客 都不去士林夜市了 都去林夏夜市 他們覺得林夏夜市好吃 對 因為它是那種開放式的 不是 我覺得林夏夜市 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因為它不是像 士林夜市這麼廣 所以它是很集中的 所以說你整個這樣走完 其實不用多久 但是所有好吃的精華 都在裡面 林夏夜市很棒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停車場 是 是非常好用 交通也方便 我們夜市有規定 就是新進來攤販 不能賣夜市裡面有的東西 大家都要不一樣 因為怕會大家搶生意 那這樣也對 而且是無煙的夜市 不能抽煙 他們在裡面灌夜市 對 連油煙都沒有 對 連油煙都沒有 是 會裝那種機器 就是把煙變成熱氣 對 在地下室的 就是地板的 抽煙 你林夏夜市有... 對 好了耶 因為我才去掛 所以它算是優良夜市 模範夜市 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林夏夜市 沒有了 我不知道它是林夏夜市的啦 你們叫林夏夜市 那個委員會理事長是誰 我是不知道 那有沒有人追求妳 有 那怎麼辦 我就是拒絕啊 但是我不敢拒絕 我就是請我媽媽拒絕她 因為她就每天 吃空後飯 沒有 她是每天下班 就在那邊 我要下班她就會在那邊等 然後她就會拿一盒 大盒泡芙跟很多飲料 然後就要給我 然後我都不好意思吃 我都給我們店的員工吃 那... 那這樣多久了 她那樣持續快一個禮拜吧 然後就送情書 不過你們這個 還是要真的延續下去 因為好的 好的小吃兒 一直在撕船 妳千萬不能讓她撕船 對啊 好不好 拜託妳 好 60年了 我盡量 一定要 好 妳接下來叫妳男朋友做就好了嗎 好 如果她愛妳的話對不對 那真的是很累耶 不管妳一定要做 都玫瑰金啊 掉 也是每天早起要去批那些 買那些食材對不對 沒有 我們是就是送過來 人家送來 就是新鮮 早上現宅的豬 溫體豬 對溫體豬 然後下午就是直接送到 妳會不會煮啊 我會炒那些牛肉麵跟沙茶牛 但是空肉飯是要內場用的 而且還是要媽媽 媽媽才知道怎麼弄 就是有蜜方 對不對 蜜方 爸爸的蜜方 是喔 開玩笑 謝謝妳 最後這一位 不得了 什麼 好想回家 吃了好想回家 因為她等得太久了 吃了好想回家 什麼東西吃了會想回家呢 酒 我加牛排 今天臭老外很好笑喔 我加牛排 牛排好像不太像小吃 對不對 但夜市也有 夜市的一種食物 它還是夜市的 那回 你剛剛講酒是不是 對啊 你喝了酒會想回家 回家睡覺 對啊 喝了酒不就回家睡覺了 喝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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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 這個賣藕吧 為什麼 藕 對啊 我們之前在北京待的時候 回來都好想吃藕藕 就好想回家 想念那 家鄉味 是特有的家鄉味 這是真的 好 完全猜錯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什麼東西對不對 對 以為是臭豆腐對不對 其實不是 來 請轉身 主持人 然後 大家好 我叫Betty 對不起 我有點感冒 沒關係 沒有 沒關係 好 來 你生煙九場 對啊 越沙啞越好 長得漂亮回事 非常好 你賣的是什麼 鳳梨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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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現做 我們都現做 就是客人如果要的前兩天 我們就會當天 就是前兩天現做這樣子 然後客人就可以拿到 熱騰騰的 一定要預定就對了 我們家不放就是那個 防腐劑 也不放香精 所以我們家的東西 都是味道沒有很香 但是都是很天然的 你們店在哪裡 我們家 桃園縣平鎮市南風路 在二樓 因為我們家一樓是五金行 你家還開五金行 對 我家還開五金行 我們家開超多店 所以說我們要先找到五金行 才能吃到鳳梨酥 對 因為在二樓 然後我們在網路上有販售 就是粉絲團 那你可不可以講一下名稱 我們總不能打五金行吧 我媽媽的英文名字叫Louisa 然後我就幫她取了一個 叫Louisa Kitchen 就是希望有點流行的感覺 希望現在年輕人都知道 Kitchen 對 Louisa的廚房 對 而且他們生意好到 有人在網路上講什麼壞話 對啊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蛋糕 都是網路上截圖的 就是這些造型蛋糕 他就說我們都是 網路上截別人的圖 不是自己做的 我們這些人不是這樣 我們節目是截圖的 他們絕對是自己做的 好不好 那這樣有入文這樣 對 那妳還是鋼琴家教 對啊 就是 因為以前就是 他就是為什麼你知道 他就是看到隔壁那支錶 他事實就要賺到那支錶 對 妳做那麼多幹嘛 妳為什麼不接 就是跟妳媽媽學學這些東西 其實我對這還好 但是我對於行銷這方面 還滿擅長的 所以那時候媽媽在 創業糕點店的時候 我有幫他設計Logo 然後就是以他的樣子去畫一個 就是小圖案 然後就是變成我們家的商標 是 對 然後因為媽媽就是 對於行銷這方面不是很懂 然後我也跟他講說 要怎樣子 才能融入現代流行市場這樣子 那妳當初不是教鋼琴 教得好好的 為什麼就突然放棄了 因為我不喜歡 就是一般演的生活 然後加上現在小朋友 不能打不能罵 然後就是教起來 妳當年學鋼琴是被打罵出來的 我們都會拿樂龍膠條打手背 媽媽會拿樂龍膠條打手背 對啊 跟周杰倫一樣 妳媽會彈琴嗎 她不會啊 那妳說亂講 莫札特就這樣子搞的 妳什麼 因為她很想要就是學鋼琴 所以她把就是我們的 就是寄託都放在我們身上 對 這個就是自己沒做到的 家長 小朋友都要做到 對 就希望下一代的能夠做到 可是不錯啊 妳現在最起碼會彈鋼琴 對啊 就是其實那時候有點討厭她 但是現在還蠻感謝她 就是至少還有一季直場 而且她跟她媽媽感情還蠻好的 之前有革命過 所以現在感情很好 妳是革命失敗了 才可以感情好 還是革命吧 因為前男友的問題 對 打輸媽媽媽你知道嗎 但是後來經過溝通 現在一起做一個共同事情 其實感情越來越好 對啊 現在就像姐妹一樣 就是誰對我怎樣 我都會跟她講 是 那請問一下 今天有沒有帶鳳梨書來 好 我的訪問到這裡了 好了 有嗎 我有帶 你有帶喔 我跟你講 那我們繼續聊 請問一下 妳這個感情的生活 為什麼會當初跟媽媽這樣子 因為媽媽不喜歡年紀大的男生 那個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二十二 剛讀大二 三十五 差十三歲 而且她們年輕 妳除非要結婚的時候 妳才可以 但是我們那時候已經談到結婚的 妳那時候幾歲 我那時候二十 就想嫁給她了 你已經病 人生的青春就這樣子 對不對 浪費掉 沒有 太好吃了 太對味了你知道嗎 太對味就想嫁給她 體貼有什麼用的對不對 體貼還要長得帥 知道嗎 這是什麼 這個是給主持人的 然後我還有準備 這什麼好意思呢 我還要準備蛋糕 我跟你講 只有主持人有 不好意思 沒有蛋糕 是 開玩笑 我們家還有那個奶凍捲 但是我們是有水果的 然後還有一些 裡面有加一些餡料的 然後我是要給就是來賓吃的 你看如果說你看 你帶控肉飯 我們現在就在吃控肉飯 你看對不對 我等一下叫說來 你可能不要走 我不要走 我嗆不要走 節目不要停 喂 我們有沒有麻油雞可以吃啊 我本來有想帶啊 可是我覺得 台北那麼冷 真的 沒有 你太遠了 高雄太遠 所以不能怪我 沒有怪你 沒有怪你 OK的 我們到高雄去你們那邊吃好不好 好 不過說真的 這個台灣小吃真的是 這個世界文明 那其實很多年輕人 其實在現在講什麼 時局不好 其實不妨在這個時候 跟他們一樣 多去研究一下台灣的小吃 搞不好你會走出一片天 不要每天怨天遊人 其實路是自己走出來的嘛 那台灣有這麼多的好東西 都沒有人在傳承 其實很可惜 希望台灣年輕人 能夠努力去傳承 好不好 那有些在那個演藝圈那個 就是發展不順遂的 其實也可以想辦法去賣賣 對啊 連那個什麼高餅店 開在二樓都沒有關係 只要好吃一樣有人買 地址再講一次 桃園縣平鎮市南風路 四十八號二樓 才看得到我們 好 希望你們這個 在這條路上都夠順順利利 然後將來都擁有自己的店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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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